宜兰 位在台湾岛东北方 东陵太平洋 西侧三面环山 广大的蓝阳平原 丰沛的自然资源与人文底蕴 每到假日 总吸引大量游客 往宜兰聚集 田径淳朴的和平生活 是游客们喜欢的 也是今天宜兰真实的日常模样 但当我们把时间 回退到二十世纪中期 一九四五年 就在同样的山海平原空间里 一次次从太平洋方向而来的攻击 正不断乍射宜兰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 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里 更让人担忧的是 传言美军计划要登陆台湾 进一步往北 袭击日本本土 而临近台北 又拥有长大型沙滩的宜兰 可能就是登陆点之一 为此日军在宜兰增建飞行场 设置要塞 构筑阵地 动员所有人要全面备战 直到一架架特工队飞机 从宜兰起飞 越过龟山岛太平洋 用生命冲撞美军时 战争就要结束了 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 每天都没有上课 每天都没有上课 美军来空袭宜兰 我们中学生 马上就被征召 做学徒兵 我站好 黄公道 设计那个圆嘴霸丹 如果来的话 战争 其实是日本人好笑 那里战争没有靠近你 就已经死脚脚了 如果对我 脱光队 台湘是我们不知道的 都很欢迎 我会 如果不得到水水 都很少人 五十五年纪就离开了 现在背景 油 割到粽子就没有了 那里面粽子就放油 日本 有名的台课 就知道 可能是没有马上 谢谢姐姐姐 2019年9月底 连续两天 近百位宜兰人 分别聚集在 宜兰县状围乡海边 和江西乡山边 他们为宜兰二战时 遗留至今的 军事移构而来 这是宜兰县政府 和研究团队 正式将 蓝阳地区二战军事移构的 调查结果 完整呈现 并带大家实地见证 历史的活动 报名参加的学员们 大多没有经历过日本统治 也没有经历过 二战 但二战时期的 军事移构 却一直存在 宜兰县民门 生活的空间里 从海边 平原 到山边 都能看见 这么多的军事移构 为什么会存在宜兰 分布的位置 又代表着什么意义 这一切 要从已经不存在的三座 宜兰飞行场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说起 昭和十年 西元1935年 日本统治台湾的第四十年 台湾总督府以台北为主会场 协同全台各地盛大举办 市政四十周年 纪念台湾博览会 要将统治成果对外展现 以宣扬日本国力 这一年 在属于台北周的宜兰 第一座飞行场正式开工 隔年六月底完工 又称宜兰北基厂 负责台湾岛内环岛航空旅客 货物及邮政等业务 同时也是军民两用的飞行场 可提供邻近的台北飞行场 航空防备需求 所在位置 就位在今天宜兰市的 金六节营区 昭和十一年 西元1936年7月15日 台湾日日星报中刊载 台北周首长金川渊 特别飞抵宜兰举行开场仪式 他提到 台湾是帝国航空南京的重要据点 担负着各方设备都能到位的使命 几天之后 报纸人不断报道 宜兰飞行场的各种新闻 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飞行场出现停飞 沿斑 飞机无法顺利起降的窘境 宜兰降雨量多 跑道地质松软 场地排水不良都是问题 为了进行改善工程 开场仅半年的宜兰飞行场 停止使用 直到两年后才重新搭载旅客 这段期间 日本统治下的宜兰 已经是个铁路航空交通俱全 产业蓬勃发展 百姓生活平和 孩子们有机会可以上学求知的城市 日本统治下的宜兰飞行场 日本统治下的宜兰飞行场 新闻人出现 未经许多年 产业蓬勳 福利 日光人 走來一片平均一片和平 雖然我家裡不是真有錢 但是我老爸都讓我去到幼稚園 那一句宜蘭國一間的幼稚園 日本人一班 台灣人一班的幼稚園 我六月到那裡躺兩年 每到八月才去港學校 那兩年幼稚園的生活 可以說我一世人 想法以想幸福的日子 我們的家庭生意不錯 他們就做生意 做麥當的經典 或不替整個腳踏車 都做很多 我們林屋商店 海鞘商店很出名 冬天 油絞 滾雅塑 整個公司等等 都很多人來幹活 要錢也生意不錯 那些人是空氣什麼都沒有 那些人數變了 那些人是 日本是大贏的 大贏的 昭和十二年 西元一九三七年 就在宜蘭飛行場 進行改善工程期間 中日戰爭 在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 全面開戰 接著昭和十四年 西元一九三九年 全球化的軍事衝突 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爆 日本侵略中國 遠眺並征服南洋群島 以實現大東亞共融圈的軍事行動不斷 戰爭出奇 戰士尚未波及台灣 百姓們除了透過報紙 廣播 官方影片和學校老師的傳播 得知日軍打勝仗的消息外 對戰爭的感受還不明顯 但日本政府為了提升台灣人對日本的認同 校命為日本帝國慶忠 改日本名 普及日本語 神社參拜等 黃明化運動積極展開 中文文化運動積極展開 我讀說 井上英夫 他都會有肥立 我老朋友說 雖然你改日本名 但是 祖國流了你的名字 也要給你流一段 所以 那個英國流起來 日本學友井上 和夫 南俄的南夫 有改名的人有好處 第一 子女要考長後 升學力提高 第二子 你如果有改名 飛機米稍微多一點幾年 我老朋友 大家是為了讓我的子女 讀書比較優利 將來比較能夠吃頭天 適應日本的社會 愛子生切 就是首先來改姓名 美妖東海の空開て 極日高く輝けば 天地の盛起 はつらずと 希望は踊る 大野島 大青色の朝雲に そびゆる富士の姿こそ 気を向けず揺れぎ泣き 我がねーぽんの おかれーなれー 我自己也去賣手品了 我猶豫 學校都會來賣 港學生金 這課程說 還好興趣 說這條歌要唱 就是我剛才說 對這個阿姊要建設好事 我們大家就要一起 要用我們的軍人和政府 那個意思就是 昭和16年 西元1941年12月 日軍在衛勳戰的情況下 偷襲美國珍珠港 引爆太平洋戰爭 日軍趁勢協捲東南亞 威脅澳大利亞 形成絕對國防圈 掩護海上戰略資源運輸 並接連佔領太平洋的 各個島嶼 昭和17年 西元1942年 美軍反攻 6月的中途島海戰 日軍戰敗 失去開戰以來的戰略主導權 逐漸走向下坡 昭和18年 西元1943年起 以美軍為主的同盟國軍隊 為加速進逼日本本土 早日結束戰爭 實行跳島戰術 逐步收復某些日軍佔領的太平洋島嶼 隨著美軍結結進逼 日軍為強化台灣東部的航空戰力 於昭和19年 西元1944年初 實施十號戰備計劃 以航空要塞戰略 在宜蘭、花蓮、台東等地 增設飛行場 因此宜蘭第二飛行場 宜蘭南飛行場 誕生 位置就在今天宜蘭科學園區裡 現存屬限定古蹟的南基廠風向帶 和有歷史建築物身份的八角塔台 與周邊十多座飛機掩體 都是當年遺留至今的飛行場設施 多位宜蘭喜老 都對這座宜蘭南飛行場記憶特別深刻 因為當年才十五、六歲的他們 經常被徵調去做公工 而公工的作業項目 就包括有興建南飛行場 日本工程這個好愛開始 我們經常走來走去走去 人家沒有什麼生理 人手不夠 軍事線建設都沒有人 就是當年當年 當年當年當年 當年當年高中學 都來接種 要帶宜蘭的學校 要和人員都去做工作 有時候要進行飛行場廟完成 三十多年年 三十多年年 雖然他們也有 一年來沒有 一年來 人員都去那裡 那裡去尋找 山頭飛 火燈 火燈後 才可以放到空氣裡 空氣裡就是飛機要飛的地方 那些人這樣經常做起來 說起來實在是 苦錢 你知道嗎 老伯爺這個飛機場 就必須用機場 一定是最用機場 我也有去做假飛機 地下做的假飛機 照片給我們 尺寸給我們 地下擠下去 有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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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做 做那種螺旋槳 也是做到形形形 那種大小一樣的 現在做好 等於用那種 柱子槍 跟那種 槍槍 排到那種 跑到旁邊 從天空中看起來 好像是飛機 美軍一看 就掃射 子彈掃射 目的是 讓美軍的軍機 消耗子彈 消耗完了以後 我們才藏在竹林裡面的 真正的飛機 才飛上去 跟你打 跟你拼 昭和19年 西元1944年6月 美國太平洋戰區 定時軍團成軍 預計要動用50萬餘兵力 登陸台灣和廈門 執行鋪道計劃 目的要切斷日軍資源和交通 並開闢一條 向北襲擊日本本土的路 就在美軍 沿逆鋪道計劃期間 塞班島戰役發生 結果日軍慘敗 自殺性滅碎攻擊 造成全島超過3萬人死亡 至此 菲律賓群島 台灣 沖繩 和日本本土 都進入美軍轟炸機 可轟炸的範圍裡 戰事 就要直逼台灣而來 為了防止盟軍搶灘登陸 日軍啟動 台灣島築城計劃 在宜蘭 就規劃部署有四座要塞 和石出陣地 這四座要塞 分別位在 蘭陽溪以北的海線 和淺山地帶 包括 撞圍鄉大福 公館 與江西鄉 額頭山 圓山鄉 內圓山等處 要緊密守護 位在平原上的飛行場 另外 位在烏石港 金面山 吳老坑 北方澳等 石出陣地 則由北到南 強化 蘭陽地區的防守能量 因此大量由鋼筋混凝土 建造而成的碉堡 砲台 及坑道等永久公式 在宜蘭 山 海 平原間出現 成為今天宜蘭縣民們 經常可見的軍事遺構 經過宜蘭縣政府和研究團隊實地清查 現存軍事遺構的所在位置 和日軍文獻圖示大致吻合 部分現場配置 則有出入 但最讓人吃驚的是 許多碉堡和坑道 在經過戰爭又70多年後 情況仍十分完好 特別是這一座 位在撞圍鄉大幅海邊的碉堡 其地上 地下共三層的建築體 和內部五座重機槍射口 兩座宿射炮口 及南北兩側各一座八邊形觀測塔 與底層通往周邊碉堡的地下坑道 幾乎完整存在 透過這座碉堡的建構形式 和周邊其他碉堡的位置關係 可以看得出來 日軍當時在宜蘭海邊 建構有堅強的反登陸防禦火網 嚴密監控著太平洋上的動靜 可是再厚的混凝土 也抵不過敵軍無限制攻擊 因此日軍將築城公式 擴展到宜蘭淺山地帶 以整座山為掩體 局部開凿山壁 構築碉堡和通連坑道 並將砲台設置在視野 展望良好的位置 作為平原與海岸防備戰時之用 再來就等盟軍的動靜了 昭和19年 西元1944年10月 美軍發動台灣空戰 為防範駐台日軍 阻礙美軍在菲律賓 雷伊台灣海戰的行動 先行攻擊台灣 轟炸全台港口和飛行場 日本陸海軍航空隊 遭到毀滅性打擊 為了保存戰力 開始增設 秘密飛行場 因此規模不大 位置最為偏遠的宜蘭溪飛行場 在宜蘭縣遠山鄉 今天金車格馬蘭威士氣酒廠部分廠區 和周邊農田的位置上出現 和周邊農田的位置上出現 這個都給你去店 金車那裡是剛重點而已 還有開到旁邊的 這沒什麼看法 就這樣 隔壁比較大條 差不多就是這樣 金車那裡是剛才的樹林台地 加上上面沿上 spring 持得不 Space 哪一座飛行場 第浙海側要扔出來 就沒看過 戰爭末期 宜蘭成為擁有三座飛行場的城市 但不管是哪一座飛行場 都早已被 retired sana nativity 因為從美軍角度來看 宜兰具有航空武力威胁性 日军飞机随时都能在此起飞 针对太平洋上的美军舰队实施特工作战 所以必须进行军事打击 昭和20年 西元1945年1月3日早晨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空袭很突然地向宜兰坠落 位置就在台湾新叶诸事会社 今天的中兴文化创意园区里 台湾这样启起来 后边这样启枪都落下 后边这样启枕 启枕构 启枕的声音一直表示浪负 要跟强行的时候 等下不然家庭 家庭都没有 简单听到提起什么 说不可以人开店 开了去就博雅 不知道是美国来六十岁 这些东西 你让这链手 看着就说啊 等下 看着我这样 这个口都热了 要起膝都红脆脆 然后把铁起来 走出来 大木头 走出来 拿到那兒給人家過來掃蝦 不知道要把人家放在鼻馬腳 那個人叫鼻馬 鼻馬很旺 鼻馬腳這樣 他走到補兵案 這裡有一個框梅花 一個香港河 最少可以割幾百語 可以割幾百語 但是那日子怎麼用 沒有發出恐怖 很恩惡 我旁邊去看 我去那兒看就我 在那兒 跟他們去看 我那時候 自己將心 要不得 看我們別人的白色就醃了 說起來 這個戰爭 誰說是最殘忍 為了這個戰爭 犧牲所有百萬 是最殘忍活著 死有百萬 失敗 割出來的 这场空袭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 同时在幸存者的身上 生命力都炸出难以抹去的深刻伤痕 但对宜兰而言 这却只是一个开场 从这天起 美军接力炸射宜兰 企图瘫痪交通 损害产业和经济 阻碍日军派兵增援太平洋上的硫磺岛 无情的轰炸与扫射 迫使人们随时都要站在生死的悬崖边 活着与家人团聚变得艰难 战争打乱所有人的日常 继日本人之后 台湾年轻人 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汉人 也被动员参战 投入太平洋战场 去的时候 大家送给他 高高兴兴地 西打战 回来也高高兴兴地回来 回来叫做无缘的凯旋 刚才会比一个白色的鱼肉 用白布包起来的鱼肉 里面就放骨头 那个宜蘭市的市长 罗东正的镇长 特别送到那个遗族的家庭 说你的丈夫 你的爸爸 为国家勇敢地坚持 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你 带给他 他也没靠 还带回来 大家都堆好了 丈夫的骨头放在榻榻上面 把四方的紙门都关起来以后 嚎啕大哭就叫大哭 太太就在榻榻上面 嚎啕大哭才敢哭 在人家的面前他都不敢哭 一滴眼泪都不掉下来 1945年3月 美军攻下硫磺岛 岛上两万多名日军 几乎全数阵亡 4月 盟军前进冲绳 发动冲绳岛战役 日军除了陆上应战 更对冲绳海域的敌军舰队 进行自杀性空中攻击 日本特别攻击队以宜兰为初级基地 多集中在这段期间 他们从宜兰南飞行场或西飞行场起飞 往龟山岛所在的太平洋方向飞去 从此不再回来 根据记录 从宜兰出击者有81人 未满20岁的青少年就有11位以上 一公路以来都知道 你吃了 都食材吃吃面 吃都吃得很好 硬衣有线有 食材一吃就对了 都很少人 十几百分之一 那我说 五岁附近就起立了 五岁附近 不用说飞机 空中浅什么都不用了 现在他摔摔不是一只 都几百只只 摔好摔就好了 尤其摔的就没了 就要摔摔就没了 这样你如果要台 日本跟没了 就知道 共同先生是有没有 马上就是了 重审岛战役机战期间 盟军为了瓦解日军在台湾的航空战力 并削弱人民抵抗的决心 持续空袭台湾 1945年5月31日 台北遭遇百架轰炸机大空袭 也是在这一天 有24架轰炸机 炸射宜兰 这是宜兰受创最严重的一次轰炸 我那个时候 我去枕头山 未军人沟潮 看到那个宜兰街的上空 哇 炸弹 好多爆炸出来的烟 泥满的天空 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 一看 脸受苍白 这一只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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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空气完了回到家里 这一看 他的奶奶 手伸易处 迎到中山此国医院 直接炸弹炸到 炸到防空洞 阿玛头背起落浊光 祝他 5月30日 那些人 既然有一个人 四百个月 住房后拍摄 我们的部队就像一样 在宜兰国 我们爸爸的妈妈 已经被人家 就像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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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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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说八十 把酒放在後面 我們那些軍廚藝 大家放在那裡 就都不好 回家就走 走到那裡 我才說 差不多要趕快起來了 我爸爸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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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母親 這樣 很高 我剛才起來 就跳就起來 這樣 趕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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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從那些人來拚 拚到這裡說 還在香港 那香港 不叫我走到 那些人說 再拆你 再三公修來 就不一樣 這個火器裡面的表 精筆丸 跟這個 軍廚的火焰丸 就是三萬人出來 也不知道 不叫我 就 錶啊 什麼都不害了 之後 國國那些人 流到 這樣不正常 以前會正常的 六月 空襲持續發生 日軍徵召中學學生 做學徒兵 訓練他們 在盟軍登陸台灣時 要決一死戰 學徒兵 在在地 伊蘭的金頭山 三下 在受訓練 每天 挖戰壕 防弓洞 每天 手榴彈練習 用那個 銀錐彈 對付 美軍的戰衝 有一天晚上 海上 黑暗的海上 忽然情況 有燈光 紅亮的 一個燈光 一類跟一類又一類 美國的軍艦 經過台灣 經過伊蘭的海岸 這樣過去了 我沒有看過的 三個月的激震後 沖繩島戰役結束 十萬多名日軍 和平民死亡 盟軍傷亡人數 超過八萬人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中 傷亡人數最多的戰役 曾經 也建築有大量 防禦攻勢的沖繩 幾乎全毀 如果盟軍登陸的是台灣 情況又會如何呢 1945年8月15日 就在美國對日本廣島長期 投下兩顆原子彈後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終於結束 台灣長達50年的日治時期 也就此畫下句點 中華民國政府接手統治台灣 今天這些遍布在宜蘭各地 沒有被炮火炸毀的軍事遺構 是宜蘭也是台灣在二戰中 幸存的證據 當年硫磺島和沖繩的被攻戰 取代美軍登陸台灣 進攻日本的戰略意義 直到二戰結束 台灣沒有被登陸 沒有成為風火連天的二戰戰場 但儘管如此 當年戰爭在人們生命中 留下的傷痛 卻從來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消失 台灣後來更經歷了許多年的波折和努力 才擁有今天的和平與民主 人類到底為什麼要戰爭 我們可以有永遠和平的選項嗎 在戰爭 所有人一切都能放下去 很無價格 現在要和平來講 這樣來就等了 不能說苦無力 變成要死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絕對不通過戰爭 戰爭的戰爭 戰爭的戰爭 不要說義氣 勇士來修材 在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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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就修到生涯 我家裡五年才好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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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復Cuomnio 第二年 第三年 日本的同學打電話來說 李一茂 李一茂 我們同學 兩名去渡農隊都寂寅 你知不 我聽了一張脈子 傳爭 我脈子傳爭 告訴你 付出色情報 不恨你 因為你的外國這間市 軍中報國 我只會不跟你信 你好好安息 人家相處很愛 盡量比較好寫 大家不要伴好 我才好 大家想說 心比較貪吃 心比較貪吃 我心想就沒什麼意義 探索